香港支联会周六晚上举行烛光静默游行 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支联会主席何敬仁表示 这次游行没有口号 以沉默来表达哀思 符合港人沉痛的心情 他在制导此时表示 虽然刘晓波为民主的贡献被污名化 但世人不会忘记他和平立心的抗争 他有承诺会继续为刘晓波一双刘侠争取自由 游行的终点设在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 也就是香港终联办外 支联会在终点设有调研册共识名签署 以示哀悼 而香港警方则表示 高峰期大约有2500名市民参与游行 至于阿州电台特业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